2012 超級野球 開始爆 我看見到三星 開始 這是今季節的第一高峰 不一樣的棒球藝術 最精采的熱血對決 隨時日本第一 鎖定超級野球 日本之棒 看超市 你剛剛看那個老師 而且我覺得好感 因為其實法國的遊戲 馬桶龍非常非常 今天晚上十一點 超市大小姐計畫們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覺得夫妻教養不同調 其實真的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不只是夫妻教養不同調 如果家裡有兩個以上的小孩 對 你對每個人的管教方式 不一樣的話 其實也會很令人感到困擾 比方說像你們家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哥哥跟妹妹 好像如果兩個人 同時做錯事 爸爸的處罰也是不一樣的 非常不一樣 沒有 因為他 你不是說要殺雞儆猴嗎 那一定會抓一個先來處罰 那為什麼一定要抓 男生 男生都抓男生 年紀比較大 對不對 身體比較壯 沒有 我覺得他如果相反過來 如果妹妹是姐姐 你也一樣不會處罰姐姐 就女生 他就是重女輕男 因為像我們家 就是 那時候還很小 也不小 那時候兩個大概一個五 一個四歲 一個兩歲 兩個一直在那邊吃麥當勞 然後就把那個家裡頭 用番茄醬啊 塗得滿沙發都是哦 然後我就很生氣嘛 因為我覺得說 還有薯條都一堆 應該也不至於說 小到不知道說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有點大雅公 然後就罵了兩個 每天都要雅公 對 要怎麼有點大雅公 就有點已經大雅公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開罵 我就說你們兩個有這麼小嗎 你們又不是小baby 你們就開始罵罵罵 然後他們兩個就開始有一點這樣子 把東西放下 然後結果他有點怕囉 然後我就已經罵到 他就突然 又突然跳出來了 因為我想你已經到這裡了嘛 對 到這裡 我已經冒煙了 然後他就說 嘿 你們兩個你看 把媽媽切成這個樣子 好了好了 媽媽你先去休息 我來我來我來處理 然後我就想說 欸好啦 就是三卜士也讓他 對啊 讓他展現一下 做父親的那個威嚴嘛 然後我就退居幕後 我就到廚房去這樣 我就聽到外面 他也是一陣訓誡 就是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來你們兩個先去罰站 等一下罰站以後 回來把那個沙發擦乾淨 然後結果我就聽到兩個人 喔好 就很不情願去 然後我就過了十分鐘之後 想說出去看一下狀況如何嘛 我一出去的時候 就看到長角 因為我們家有一個罰站區 然後你看看那個 哥哥站在罰站區裡面 還不敢哭出聲音來喔 在那邊唾氣然後流眼淚 我想說那妹妹呢 妹妹到哪去了 我一回頭看到 妹妹回到沙發上吃薯條 什麼 我跟你講 你們不要提到一面 繼續吃薯條 我其實有跟妹妹講我說 你看好 我現在罰哥哥站 以後你們再這樣做 你們就要去罰站 今天我先罰哥哥站 好好在那邊坐著 好好反省 我 你看為什麼不兩個一起罰 哪有這樣的 我就覺得說 讓一個先站就好 不應該 不應該 真的不應該 心裡會扭曲 回來的時候 沒想到妹妹 可能覺得放鬆或幹嘛 她就吃起薯條來 是這樣子的 而且她跟我講一個很瞎的理 她說什麼 我女兒的腿不能站太久 蛤 蛤 她說因為那個女孩子的腿型 非常重要 她會歪掉 男孩子腿型就沒關係 我聽到這個 我聽到她叫我 我聽到 她很生氣 她要哭了啦 我 真的 如果我是你兒子 我一定覺得好悲哀 妳把他所有時候講出來 妳要叫我怎麼接下去 對啊 不是 如果我是你兒子 我因為沒事 我就會問媽媽說 我是不是撿回來的 我就是問你們生的 為什麼差這麼多 對啊 所以我兒子很可憐啊 真的常常 沒有 因為妹妹比較會撒嬌啦 那妹妹沒事我們 沒有 是因為你這樣 兒子不敢跟你撒嬌 對 你要給他 你太嚴肅了 像我小孩子 孩子只要任何一個做錯事 譬如說兩個一起 譬如說像我兩個小孩 也是一男一女 很愛吵架 然後不管是姐姐說弟弟捏他 或者是弟弟說姐姐偷打他 什麼的 我就說 好了 解完了沒 誰打誰 好 解完了喔 罰站去 然後兩個就轉 一個左轉 一個右轉 然後就去固定的位置罰站 滅壁絲鍋 兩個一起罰 我也是這樣 然後從此之後 兩個都不會互相推卸責任 對 聽到 這樣才對 而且這個 台邊哥這種做法會造成 會不會小孩久了就覺得說 那我反正做什麼措施 有爸爸在就好了 然後媽媽就變得 講話比較沒有用 沒有 我們現在也會都統一罰站 對啦 都要一起啦 有改善就對了 那是兩年前的事情嗎 兩年前 對啊 兩年前 可能那時候妹妹也想念 語心不忍 不是 妹妹那時候還小啦 妹妹都會用一招啊 每次罰站到一半 她就會哭 哭啊 然後就跟爸爸說 爸爸 我知道錯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她每次都這樣啊 你看兩個在這邊站 我就問小寶說 為什麼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問小寶說 有沒有錯誤 不講話 男生比較倔強啊 妹妹我還沒有問就說 爸爸 我錯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請你原諒我 那你看 不會有差別 那昨天晚上 我們在雷稿的時候 也發生的事 我在洗澡就 白昂又打雷哭 就是罵妹妹 結果 我聽妹妹哭得很傷心 但你第一個洗完澡 你就會問說 媽媽 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妹妹又在哭 是發生什麼事情 讓我了解一下 妹妹就跟我講說 媽媽不給她吃東西 我就很生氣 可是後來 我把氣壓往下壓 壓下來 想說到底要問個究竟是怎麼樣 後來才知道是 不給吃什麼東西呢 不給吃冰淇淋 哦 給她飯了 給她先吃飯才能吃冰 那我現在都會先理智來做 處理這個事情 你也該理智 我本來就是 對啊 本來就算是 他應該要理智 他有多不理智 他之前啊 我這部長來講 後來 這是解決 我就跟他說 那妹妹你這樣不對 你要先把飯吃完 才能吃冰淇淋 一甘利口嘛 其實冰淇淋還是要讓他吃 你不要多不給 還是要講道理啦 還是要講道理 那你要跟他講什麼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曾經做過 超不理智的事情 什麼事 我們 因為我不太喜歡 小孩在飯前吃零食 所以我就是禁止 但是他有時候就帶他們 去買零食 那我頂多能做的 就是把他壓到 壓到壓到說 你們非得要把飯吃完 才準吃 對 我也只能做到這樣的 對不對 有一次他們就去 買那個王子麵 然後小孩就看到那個 就當然很想吃 就佐一個說 我們可不可以先來吃 可不可以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說 忍住不可以 就是要 妳就跟我講忍住 沒有要跟他們講 對 因為我怕你會就 好 我爸爸開給人吃 這樣嘛 所以我就忍住忍住 吃完飯才可以 結果我就只是離開了一下 喔 我回來看到我們家 女兒扒飯喔 吃得好用心喔 我想說 我們家女兒第一次 長大了 對 長大了 結果就走近一看 王子麵撒在飯上 這也吃得很快 這樣也沒有我一龜對不對 多好啊 他是完全禁止小朋友吃零食 可是 對啊 可是這樣不對 那下一次我不給他 撒在飯上就 不行了 他就不吃飯了 對啊 所以就是說 他需要理智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會幫他的小孩 想一些 躺門躺鬥 對 不過我的確覺得 就是夫妻不同調啊 如果媽媽主要在照顧的時候 的確也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比方說 你不想買東西給女兒 對 然後老公就會偷偷跑去買 對 就現在不是有那種 莉卡那個洋娃娃嗎 就是 莉卡 對 有一次他就帶我們家妹妹 去買莉卡 結果回來的時候是 莉卡跟她的家 爸爸出手一定是 沒有 一定在福州的 對啊 或者很小氣的 還有 還有莉卡跟她的狗 有 什麼都有 兒子買了什麼 兒子買了什麼 兒子 什麼都不給買 兒子有啊 我們也買過什麼腳踏車啊 買什麼手機 那個妹妹一定也有吧 有 對啊 說出來了 那個妹妹一定也有吧 對啊 所以他就是不一樣就對了 哥哥要買一個東西 他會叫哥哥去想三輪 就是他就跟哥哥講說 我們先去逛一逛 逛一圈回來之後 等你還是認為你要再買的時候 我們就買 然後第二次哥哥說 我就是還是要買啊 我們再去逛一逛 在你逛完了以後 你覺得你一定要買 你就再買 哥哥一共每次都要 逛三四圈 才能買到一個 大明哥 你們家的狀況是 因為你們對兩個小孩的 那個管教太不同 會不會導致就是 比如說兒子的個性 變得比較沉默還是什麼 教育小孩 父母該扮演 什麼樣不同的角色呢 下段節目告訴你哦